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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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的承诺 也许有一天你一不小心 你可能犯了一点点 但是你一定要加倍的忏悔 否则 对吧 你很麻烦 你会污染这个环境 我想说的是 我想说的是尤其是我们佛教界的菩萨界弟子 尤其是我们社会中的菩萨界弟子 容易给人感觉到 他就是佛教的标准 他的所言所行 这直接影响到 直接影响到佛教是什么样的 所以你要注意了 你不代表你 我也不代表我 我们代表的是我们的信仰 你如果污染的 肯定不是你自己 你也污染了整个佛教 所以请你谨慎 对吧 那么佛子如是忏悔以后 我们的身口意 三叶必定清净 对吧 我们刚才已经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琉璃瓶 装满了粪便 对吧 我们把它倒掉 然后 然后我们用水 清水把它冲 冲完了再掉倒掉 然后再冲再倒掉 刚开始是臭不可闻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这样 但是慢慢慢慢的 那个瓶子就干净了 忏悔其实应当如此 当然了 你一边在兑水 一边在往里放那个什么 那个死尿 那就很难说了 所以大家要保证 如镜琉璃瓶一样 内外透明 对吧 也就是表里一致吗 言行一致吗 对吧 这个很重要 对吧 佛教徒 你要说难 真的很难 你有责任和使命 当然我说的是 菩萨界的佛教徒 你要说不难 不难呢 你心里要不执着不怪 那不就是个游戏吗 你一定把这个游戏规则 能做到 能做好 那么下面第七 完成圆满规一的第七个条件是 发赐红誓愿 各称法明 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 誓愿段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我众生无边誓愿度 我众生无边誓愿土 将愿度 广东乃无边誓愿度 大人无俓愿 ven誓愿度 有运用誓愿度 乐为主 我的独生有运用誓愿度 我众生无边誓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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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就会没有挂儿 他度了 识缘就过去了 这是他的责任 他通过度而改变自己的心理的执着 如果他没有这个下手处 他就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执着 他也就没有办法打破 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和束缚 所以他要度 度而不执着 所以众生无边是远度 我想说 我们首先要同我们最有缘的众生开始 把家里的人的问题解决好 家里的事情最难办 所以要去结缘 因为有缘要去结缘 要去珍惜这个缘分 所以要尽量的通过全巧的方便 能够去改变他们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同时他也证明 佛教有这个办法 有这个能力 同时也证明 你修行是否 是否有说服力的一个证明 如果你身边的人 你都度不了 对吧 然后你找别人度 咱就举个例子 你自己家里养几只羊 对吧 你自己不愿意放 你看着别人家的羊 看着好看 然后你去度别人家的羊 你放别人家的羊 你觉得 你觉得有意义吗 对吧 所以我认为 作为哈尔滨的寺庙 我要对哈尔滨这一方的人 要负责任 当然如果别人有缘 也可以 但是我首先要度家乡人 他同我最有缘 我也希望各地方的庙 也都能做到这一点 要给别人 真正的信息 欢喜 希望和方便 我希望是这样 对吧 所以众生无边试验度 难度还得度 难度才会锻炼我们 改变我们心理的执着 和障碍 对吧 烦恼无尽试验段 烦恼是没有实在性的 是我们要求生活 要求现实圆满 而现实一直都有缺陷 都是无常和没有实在性的 什么可能圆满的 所以你明白是无常的 所以你就会随缘 那么随缘 不是不行为 不是不作为 不是不负责 是你不再攀缘了 你要接受它 对吧 你要面对它 你要接受它 你要怎么样啊 你要解决它 你要放下它 所以烦恼自然就解决 对 烦恼无尽试验段 慢慢的烦恼就会简单 就会少 所以当你活得简单的时候 那你就会自在吗 当你自在的时候 你也就简单 烦恼也就得到了改变 法门无量试验学 我再一次告诉大家 佛法 是维系三法应的 第一个是无常 第二个无 第三个是你无常 当然如果有人说 菩萨的一实相印 诸法实相就是空相 它是印证佛法的标准 如果你所学的佛法 没有这样的标准 非佛法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标准 那就是佛法 那符合这个标准 那你去学 没有关系 再无量 无量归一 一即无量 没有关系 一即多 多以及一 所以融会贯同 对吧 打破一种局限 佛道无杀许愿成 佛道是什么 菩萨道 对吧 菩萨行 行菩萨道 对吧 那么什么 没有固定的法 所以 法无定法 虽然没有定法 我们受的戒 你还要守 心里要不贵度 对吧 所以这个 应该说 对我们是立事变心 立法 关系 所以 四红诗愿 我们要 要怎么 要发起 四红诗愿 实践 菩萨行 你吧 积累 成佛的资粮 那么 我想说的是 有的人呢 他问我 说法师 那么 有人说 学佛要发大愿 那么 怎么发呀 我说四红诗愿 已经可以了 对吧 已经可以了 对吧 那有人说 还要发大愿 那我认为 就是冒傻气 对吧 你要有把 这四红诗愿 都做到了 你就了不起了 对吧 如果你再去 没事找事 那我也没办法 那你纯粹不懂 佛法 这四红诗愿 已经把 那么 成佛的资粮 红诗愿 都涵盖射进 没有能够 逼他的了 有人说 地藏王菩萨 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 地狱不空 四部成佛 那不也是 是红诗愿 他能离开这个吗 这个是根本 这个是基础啊 对吧 所以说 我们一定要 要怎么样 要理解 理解消耗 然后要去实践 对吧 那么 那么下面是 完成圆满菩萨戒的 第八个条件 是正受戒提 佛子 大家 既然要受菩萨戒 就是佛的儿子 既发 红诗愿 敬 不发 红诗愿 行吗 这都是条件的 对吧 已经发了 红诗愿 完成之后 我当 位如 启白 三宝 对吧 向三宝 求啊 求什么 求不受戒 受不受戒吗 对吧 证明给你们 受戒 如等应 地心善听 好好听的 此时是 最关键的 作义 帝斯 要注意 要认真的 思考 当之 初翻 白 静 我们下面 要向下面说 你要注意 初翻 白 静 我第一次 我们第一次 讲 讲完之后 怎么样 十方 世界 东西南北 上下 四围 妙善 戒法 什么叫妙王 微妙不可思议 那善呢 肯定是超越于相对的逐线 是清静 那么这个戒法 由心业力 谁的业力 由你心的那种力量 细节震动 你那个业力开始震动 开始改变了 二番白净 十方世界 妙善戒法 震动之后 开始怎么样 如云 如盖 像云一样 像盖一样 腹如顶上 刚开始是震动 现在那个妙善戒法 如云如盖一般 腹如顶上 在你的头顶上 这是盖着 开始在你的头顶上 你去去想 我们下面要去讲的 三番白净 十方世界 妙善戒法 从如顶门 从你的百会学 一点一点的往里流入 流入你的整个身心 充满你的身体 重抱 对吧 当然我们现在还没说 一会儿下去说的时候 我们要跪在那儿 讲 你自己去观想 乃至 敬畏来尽 勇为佛总 其实我想说的是 当我们在讲的时候 就告诉你 佛菩萨的这个戒法 就像太阳和月亮 你的心里就像 一汪清水一样 来接纳太阳 接纳月亮 刚开始震动 因为毕竟你要重新的 面对 对吧 你的一个重新的信仰 然后是腹如你的顶上 然后从你的百学 然后充满你的整个身体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相应的过程 这其实就叫感应道交 对吧 永远成为佛总 所以我再一次告诉诸位的是 菩萨界永远都不再失去 乃至你到成佛的时候 不会失去 三规五界可以失去 一期生命结束了 就失去了 菩萨界永远不会失去 对吧 此事无作戒体 什么叫无作 无事造作的 是缘体 通过缘体而认识是信空的 那么就两者之间相应的 那么是由缘而起的 相应的 合二为一的 这叫博二法门 对吧 无漏色法 无漏色法 没有一个实在心 它是又有一个痕迹 这个痕迹又没有 有又没有 没有又有 对吧 有辱增上善心 这所干的 也是你的信心 招感而来 所以 事故 汝等焉至成顶寿 所以大家要认真地来接纳它 有特别灵感而来 冷静 冷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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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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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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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